這個重型魚雷我請教明潔哥 對台灣來講 我們當然是對岸有這個武力威脅 那重型魚雷對兩岸關係裡面 我們獲得了這個武器 它的代表意義是什麼 我覺得美國這時候做這個動作 其實真的是高招 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分兩個層次談 這一個軍售案事實上 當然有政治跟軍事上 雙重重大的涵義 那政治上第一個 剛剛談到就是說 這520的時間點 那你看到這個 昨天這個中共的官媒釋放 所謂的攻台的這個兵器推演 然後它的環球時報有講說 軍技可以再跟逼近台灣一點 類似文攻武嚇 對台灣這一個施壓的 這一個動作不斷 那再隔一天 美國國務院宣布 這一個對台的一個軍售案 事實上當然第一個很重要 就是給北京看 而且我相信北京的這個 解放軍的高層一定看得懂 因為我們看到 事實上過去美國對台軍售 如果以美國國防部宣布的話 通常它大概只有一個項目跟金額 不會多說半句話 但是你看這次是美國國務院 特別為這個軍售案 還發表一個聲明 而且這聲明的內容 事實上就兩個部分 一個講給北京聽 一個講給台灣聽 第一個台灣的部分 它有談到說 要這一項這個Mark 48的魚雷 出售給台灣 是要讓台灣保持可靠的防衛力 那這當然就是力挺台灣的意思 第二個部分政治含義 就是講給北京聽的 就是說它強調這一項軍售案 有利於美國的國家經濟跟安全利益 那也就是說台灣的安全 事實上就是等於美國的安全 你今天動台灣就是動美國 就這麼簡單 這樣的一個政治戰略上的意涵 就這個完全配合他們最近整個 對中國大戰略的一個轉變 就是戰略上轉向明確 這樣的一個軍售案的宣布 事實上它的一個強度是類似於 就像他們派這個B1B的轟炸機 到東海到台灣附近海域 是一樣的意涵 這是政治上的 那這個我要講說 他很高明就是說 我們看到環球時報還嗆說 他這個未來對於美台的相關的合作 他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對付 軍機逼迫這個接近台灣之類的 那美國等於直接回應他 我也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對付你 我只不過很簡單的 就把釋出一個對台軍售案 而且我必須要強調一個背景 事實上這個軍售案 美國他也可以不宣布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這一個軍售案事實上 我們當然是一個重大突破 不過他在2017年 美國就已經同意了 那我們那時候本來宣布 是要買46枚 美國同意出售台湾46枚 那台灣那時候 因為我們的預算的這個編列關係 所以我們第一批先採購28枚 那所以等於我們是分兩批買 本來前面要買28 後面買18 那18這個本來事實上 美台之間都已經早就溝通好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案子如果不宣布 他也會進行 那他今天就是故意宣布 就是要講給你聽 怕你看不懂 怕你聽不懂 那告訴你就是這麼的明確 好 那這樣的一個 MK48MOD6的重型魚雷 在台海的安全上面 我會維護到底有什麼樣的意涵 我覺得這也是呼應他這幾天 解放軍對台灣的文工武克 裡頭很重要的 包含他譬如說 這個秀大秀 他的所謂的兵推 24小時可以拿下台灣 那個兵推事實上 我認為毫無軍事價值 他好像在攻打一個無人島 根本 沒有任何的防禦 這個比喻不錯 他完全是他自己 單方面在演獨角戲 我們知道兵推過程一定有攻防 有這一個紅軍也好 也有藍軍也好 有攻擊軍 有防衛軍 我們國軍的漢光電腦兵推 每年都是這樣 你一定有一個交戰過程 你的兵力不可能 百分之百完全直接碎行 像他渡海只要四個小時就可以登陸 這個大概全世界他最厲害 我就說這個我們都保留 覺得這個他的軍事價值 事實上我們不去探討 他背後在打所謂的認知作戰 認知空間作戰 這樣的一個新的一個訊息戰 要恫嚇台灣的這個意涵是特別高 好 那他釋出這樣的一個兵推過程 事實上 我們美國同樣宣布說賣台灣魚雷 這魚雷放在我們的兩艘艦農機 潛艦上面的目的是什麼 第一個 他就是說今天如果解放軍 他要封鎖台灣 他封鎖台灣的時候 他可能也會用潛艦 這時候這個MK48魚雷 在我們的潛艦上面 他就可以發揮效益 他就可以進行反封鎖 第二個就是說 他要大規模的兩棲也好 三棲也好 渡海登陸的過程中 他要動用很多的兩棲的 這樣不管登陸艦也好 突擊艦也好 這樣的一個過程 在渡海過程中 事實上我們的潛艦 只要在台海浮擊 用這樣的一個重型魚雷 就可以把他的這個兩棲艦 船團給殲滅 所以這樣的一個意涵 軍事上我想解放軍 他應該看得懂 那為什麼要這個時間點宣布這樣 還有很多的不同的意涵 譬如說我們簡單講一下 這個MK48 他到底強在哪裡 他現在基本上是美軍現役 美軍現在不管是洛杉磯級 維吉尼亞級 甚至海狼級 或者他的這個核彈道的 這個戰略潛艦 二海二級通通都還是用這個MK48MOD6的 這樣的一個先進的魚雷 這樣的一個重型魚雷 事實上他的 目前國際上是公認 他的水下靜音效果是最強 他是用這種噴射推進 那他的速度可以高達55節 我們如果換算成一般公里時速是破百 在水下 在水下可以時速破百 一枚這樣龐然大屋 他大概長6公尺 將近1.5噸 那帶著620磅的 這樣的一個高爆彈頭的一個水 這個魚雷 在水下可以以百公里的速度 去攻擊敵艦 坦白講很少被他鎖定的 可以逃得掉 那像這樣的一個魚雷 事實上他兩年前才對外展示 他這個強大的一個戰力 我們最近在談環太平洋軍演 事實上2018年的RIMPAC 那時候在夏威夷 這個美軍就動用了 一艘洛杉磯級的奧林匹亞號 就試射了一枚這個Mk48Mod6 結果這一個他的假想敵艦 是一艘這個新港級的兩棲 這個戰車登陸艦 那將近這個滿載快要萬噸 這樣一艘龐然大物 那先前他已經先用空射的魚叉 然後從這個地面上用這個美日聯手 打了很多的反艦飛彈之後 最後收尾就用一枚的Mk48 直接擊中這一艘 這一個上萬噸的登陸艦的這個龍骨 然後直接就把他擊成 所以他的一個威力可想而知 那所以這個時間點宣布這樣的一個軍售 相信就是給解放軍看 另外還有最近也傳出有一個另外一項軍售案的消息 說台灣準備要跟這個美國採購一批 所謂暗置型陸機型 大概有十幾套的這樣的一個陸機的魚叉飛彈 那這樣的一個飛彈 當然如果能夠搭配這個所謂的Mk48魚雷的軍售案 當然是相得益彰 不過這個軍售案 第一個國防部還沒有正式宣布 那也許再談 不過我們在觀察就是說 台灣大概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國家 我們擁有什麼 有空射型 有箭射型 有淺射型 我們剛剛講的 兩艘的這一個我們的艦農級的淺艦 不只可以帶十二枚的這個Mk48重型魚雷之外 它也可以帶這種所謂的這個淺射的魚叉 所以我們是全世界少見 有空射建設淺射 現在又要再加上買這個陸機型 但陸機型就我們目前現有的資訊了解 就是說美國自己也沒有配備所謂的陸機型 未來是不是有可能改良 進一步研發 我們要觀察 那只是說我們現在的現有的魚叉飛彈 基本上來講 不管是空射 這個建設 淺射 它射程大概將近都是110公里 那當然 因為台海最大的 最窄的寬度大概150公里 你今天透過空中或海上的載具來講 是可以延伸我們的射程 那你今天如果是買陸機型 除非 因為我們現在獲得的 像譬如說空射型的AGM84 是屬於這個G型或L型 買了100多枚 其他還有建設潛射在好幾百枚 那如果要買陸機型的話 我是認為說 除非它能夠買 這個更先進的 包含它的這個K型 或者是H型 它是屬於公路型 而且它是屬於SLAMER真層型 它射程可以擴大到370公里資源 這樣的一個遠距 可以打擊地面目標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對台灣的戰力 可能才是真的有所提升